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好 耗费时间和精力 合作的网红质量差等问题 前段时间的全球疫情紧张期导致了很多卖家的销量暴跌 如今好不容易迎来了亚马逊的逐渐恢复 美国占FDA全面开放 仓库中非必需品的数量限制也正在取消 跨境卖家肯定要趁着这波回暖 赶紧将之前的损失尽快补回来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就是引流 提高销量 那么 社交媒体可以为跨境卖家带来多少流量 一 越活跃用户数 Flassbook 达到了25亿 Instagram 11 TikTok 8亿 二 人群分布 Flassbook的用户覆盖各个年龄段 13至17岁用户最多 老年用户基数最小但增长最快 Instagram的用户集中在35岁以下 占70% TikTok的用户 18至35这个年龄段占比高达85%以上 三 用户使用习惯超过15.4亿人 每月至少会登录一次Flassbook 超过2亿的Instagram拍课 每天至少访问一个商家主页 平均每天每人打开TikTok APP的次数 在5至8次 在这庞大的流量资源面前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 一 分析目标受众的需求 从产品的目标受众出发 根据该受众群体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 分析他们的需求有利于营销人员有针对性的制定营销方案 二 增加粉丝粘性 一方面 社交媒体最大的优势是互动性和参与性 卖家可以设置一些折扣优惠或反用活动 吸引粉丝点击链接购买产品 提高转化率的同时 还能将其引入品牌的私欲流量池 这一点可以通过系统轻松实现 另一方面 多听取粉丝给出的意见和建议 可以让粉丝感受到卖家对他们的重视 从而对品牌产生好感 用户给的建议 也可以为卖家提供很好的产品改进方案 有利于产品更符合市场的需求 三 利用网红影响力 做KOL营销 KOL营销是利用社交媒体来提升跨境有量的最佳方式之一 90%的营销人员认为 KOL营销的投资回报率ROI 由于其他营销渠道 并且KOL粉丝都是真实账号 他们留下的评价 还可以为产品带来高权重的review 要注意的是 卖家需要分析 潜在消费者所在的KOL粉丝群 在选择调性与品牌一致的网红合作 这样才能起到最好的营销效果 四 添加分享按钮 卖家使用社交媒体 首先是引流 吸引更多人关注 其次是利用粉丝 进一步产生裂变 添加分享按钮 可以方便粉丝 进一步分享 连接给他们的朋友 为产品带来更多流量 当然 理论学会了 也要看实践效果 通过以下两个大卖案例 卖家们可以看到 他们具体是如何操作的 案例一 At Jumbers 美国威斯康星州 密尔沃基市的一家餐厅 在密尔沃基 只有400个Foursquare的用户 营销方法 一 充分利用社交媒体 Twitter Fastbook Foursquare 进行营销 二 将Twitter设计成一个 沟通粉丝的服务界面 与超过75%的 Twitter粉丝 都产生过互动 三 发起了Foursquare的鼓励粉丝 领取天鹅徽章 营销效果 销售额增长110% 年营业额达到了500万美元的业绩 跨境卖家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提升销量 弥补疫情的损失 At Jumbers 在Foursquare上的展示 案例二 Blintick 美国一家比较有名的搅拌机的品牌营销方法 一 制作了Blintick搅碎机 搅碎从高尔夫球到iPad等各种离奇的东西的病毒视频 二 通过在YouTube Twitter等社交网站上传播该视频 三 在病毒视频中 充分地展示了品牌活力无限的个性 营销效果 部分视频观看次数超过1400万次 一年内的销售额增长了700% 年营业额达到了4000万美元 跨境卖家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提升销量 弥补疫情的损失 跨境情报局